若望默示录第八章 当羔羊开启了第七个印的时候 天上静默了约半小时 然后我看见那站在天主面前的七位天使 给了他们七个号角 又来了另一位天使 持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 给了他许多乳香 为同众圣徒的祈祷 一起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乳香的烟与圣徒的祈祷 遂由那位天使的手中 升到天主面前 此后那位天使提起香炉 盛满了祭坛上的火 抛到地上 遂发生了雷霆 响声闪电和地动 以后那七位持着七个号角的天使 就准备着吹号角 第一位一吹号角 就有掺着血的冰雹和火 抛到地上 于是大地被烧毁了三分之一 树木也被烧毁了三分之一 青草全被烧尽 第二位天使一吹号角 就好像有一座燃着的火的大山 投入海中 于是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 海里一切有生命之物 也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毁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一吹号角 就有一颗大星 自然有如火把 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河的三分之一和水泉上 这星的名字叫苦爱 于是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苦的 许多人因水变苦了而死去 第四位天使一吹号角 太阳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和星辰的三分之一 都受了打击 以致他们的三分之一黑暗了 白日三分之一失了光 黑夜也是一样 以后我看见 也听见在天空中 飞翔的一只鹰大声说 还有另三位吹号角的天使 当他们发出号声时 祸哉祸哉祸哉 地上的居民 鸣地上的居民